本节目由牛拜网赞助播出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纽约时报前两天刊登了一个独家的报道 他是采访了一位德克萨斯州的一个老牌的政治人物 他叫做Ben Barnes 他说出来藏在心中43年的秘密 这个秘密是1980年代 1980年他和他的政治上的领路人 当时的德克萨斯州的州长一起去中东访问 那次中东访问在外边报道的是叫做私人性质的中东访问 没有任何的国家的任务或者是性质 但实际上他去了以后才发现实际上他的领路人 政治上的算是导师一样的这么一个mentor 去中东访问见各个国家的领导人 主要是想让这些领导人告诉伊朗 就是转一句话带给伊朗的政府 说是不要在大选之前解决释放扣押的美国人质 为什么这么做呢 就是想要让卡特总统不要竞选连任成功 想要把里根总统推上去 这个可是一个咱们能不能说是一个今天的秘密呢 也许可以这样说 因为这个在美国历史上 那个是一个翻盘的大秘密 而关键是为什么他选择在这个时候公布这个秘密呢 因为是他知道卡特总统98岁 而且卡特总统呢已经宣布他进入到了临终关怀 就不再医治了 那么也就是说呢 卡特总统随时有可能离世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Ben Barnes 巴恩斯 这叫做良心发现 他说我一定要在卡特总统活着的时候 把我这个对他40多年的负罪感 我要讲出来 这是一个超级的背叛 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叫做破坏 他是民主党人 卡特是民主党人 当时1980年 在跟Ronald Reagan竞选总统 他面临着叫内外交困 国内有经济的有油价的问题 外边伊朗关着52名美国的大使馆里面的人质 关了400多天了 现在如果在他竞选的10月份的时候 11月投票 突然之间 如果能把这些人质给释放出来的话 他那个当选应该是问题不大吧 咱也不敢说百分之百 他当选连任是问题不大的 可是呢这个时候 当时美国国民不知卡特不知 就是有一个叫做 John B. Connolly Jr.的人 这个人呢是德克萨斯州的州长 他带着刚才说的这个叫 Ben Barnes 德州的老乡 一起去了一趟中东六国 这六个国家包括约旦 叙利亚 黎巴嫩 沙尔地阿拉伯 埃及 还有最后的那个国家是以色列 在这六个国家之行当中 除了以色列以外 因为以色列他当然是反对伊朗 他当然是仇恨伊朗 其他的那五个中东国家 他去了以后 这位德克萨斯州的州长 这哥们曾经选过总统的这么一个人 他曾经也是一个民主党人 他到那五个中东国家 一个一个的传递一个信息 就是你们千万不要让伊朗放人质 因为美国跟伊朗没有外交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 他说你们帮我传个话 现在美国正在进行总统大选 有一个人是加州州长叫Ronald Reagan 另外一哥们是一个现在的现任的总统 那个人无能 我告诉你 你们把人质给扣着 只要在投票以前你们不放 然后等Ronald Reagan当了总统以后 给你填头 给你们你们想象爆的填头 这个后来大家才知道 就是著名的伊朗们事件 就是用武器换人质的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话 这五个国家有没有传到伊朗 我们不知道 可是我们知道的是 到了1981年1月20号 Ronald Reagan就职的时候 几个小时 人质全部释放 这就是可怕的 幕后的历史里面 对你说在选择这个时候释放人质 你说这只是一个巧合吗 绝不是巧合 这是事先安排好的 就是事先都已经谈好的一些东西 那现在这个Ben Barnes 他就把这个事等于是说出来了 他已经承受不住了 他说我必须要说出来 至少要让人们知道这段历史 因为这段历史以前没有 在那个之前 民主党的竞选阵营里边 其实一直有怀疑 说是怎么这么巧 就是在雷根总统宣誓就职的 那过了几个小时 他就释放人质了 后来谈成了条件 那为什么就不能放出来 提前放出来呢 这个卡特政府也做了多次的努力 而且谈的都差不多了 所以当时就认为说 一定是有人破坏 一定是有人在从中做梗 让他晚一点释放 这样的话不就狙击了 这个卡特总统连任的机会了吗 事实当时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国会的 叫做调查委员会 专门调查这件事情 结果呢都没有想到 这个是德克萨斯州的州长 居然完成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当然现在也很难说 他是不是他完成的 因为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证实的 第一 那几个就包括那个 Connelly Jr.就是这个州长啊 德州的这个州长 他也已经去世了 然后有一些关键的人物 现在年纪大了以后也都去世了 况且比如说他传的这个话 到底传到没传到伊朗的耳朵里头 伊朗听到这句话以后 有没有当真 是不是真的就比如说 推迟了他们释放人质的时间什么的 这你一个一个环节去证实的话 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现在他只能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然后大家凭着自己的判断 猜猜看 你觉得他是起到了这个作用 还是没起到这个作用 这四个证人还活着呢 他说当时啊 我从中东回来以后 带着一身的冷汗 我就讲给了这四个证人听 这四个人呢 有什么就是过去前总统Johnson 有他的助理啊 有后来还有什么洛杉矶时报 还有CNN的总裁 就是都是后来变成啊 后来变成这么大的官的 还有什么那个德克萨斯州的历史学家 什么之类的 这帮人都是德州帮嘛 德州人 所以他讲给这四个人 现在呢 这还活着的四个人 无一例外 全都证实了 说他当时从中东之行回来的时候 确实讲了这个事情 其中有一个人还写了一本书 叫做十月惊奇 这个或者说十月意外 这个就留下了给美国历史总统大选 留下了这个著名的短语 叫做October surprise 这个October surprise 十月的意外 就用在了喜莱利克林顿的身上 对不对 就在十月份的时候 啪了一下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Komey就说了一下 中央联邦调查局局长 说了一下 他的电子邮件的事情 哗啦的一下 他就没选上 是不是这个原因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个十月份特别可怕 就本来一个人的民调很领先 然后本来已经差不多 就差几天投票 啪的一下 这个时候给你扔出一件事情来 其实说实话 那个Trump那个录音带 也有点这意思 当然那个好像比十月再早一点 但是就不管怎么说呢 当时就出了这个叫做十月意外 什么当时说的十月意外 是对卡特是有利的 就是说你别着急 你别看卡特把这个经济弄到这个样子 你等着十月份有个意外 就是伊朗会突然之间把人质给放了 那这52个人对不对 回到国内 然后张灯结彩人们欢迎他们 从飞机上走下来 这也在政治上多漂亮啊 对不对 这是对一个现任总统的伟大的功绩 因为这52个人很可能永远回不来 可能死了 对不对 等于这样的话 哎呀 咱们投你一票 没想到这个十月意外 没有发生 那稍等会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叫巴恩斯的人不得了啊 这个人21岁就开始是变成了一个一个政治新星 欢迎您去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给大家讲的呢是纽约时报的一篇独门的报道 独家报道就是 还一起合伙做生意什么的 尽管生意失败了 但是失败以后 他们俩仍然是好朋友 而且最早的时候 他们成为朋友的时候 两人都是民主党人 后来呢 Connelly变成了共和党人 但是尽管两个政治理念不太一样了 但是仍然保持友谊 仍然保持个人私人的关系 不过这个Connelly Junior呢 现在已经去世了 这个Connelly呢 他实际上是德克萨斯州一个棉花农场里边长大的 这么一个从最基层的农场里头出来的这么一个年轻人 然后二战的时候呢 当兵 后来呢 他是民主党人 然后就从政 他一开始从政呢 就帮着这个Lindon Johnson啊 约翰逊总统或者Johnson总统啊 去竞选 然后他就变成Johnson的总统的 非常信任的这么一个人物 因为我们都知道Johnson总统本身也是德克萨斯人嘛 所以他们就算是老乡 后来Johnson成功以后 他又帮那个甘乃迪 最早后来他又帮甘乃迪工作过 又这个Johnson他帮着这个Johnson竞选 就是失败了 没成功 所以他又转过头来帮着这个 JFK啊 甘乃迪去竞选 然后后来 甘乃迪不是变成 这个Johnson不是变成甘乃迪的副总统吗 所以呢他对民主党呢 在高层的政界呢 是蛮有影响力的 最后因为助选成功 所以他后来获得了一个海军部长的职务 那么他就是1962年呢 他竞选德州州长 或就是成功 所以呢他就变成了德克萨斯州州长 我们都知道 都知道1963年的时候 不是甘乃迪总统在达拉斯的那个地方遭到人的暗杀吗 当时他就坐在这辆车里头 他就坐在那个 他坐在前面 对他就坐在这辆车 而且他当时也身中竖枪啊 背部啊什么腿部啊手腕啊都中了枪 但是他活过来了 所以呢后来他又竞选了两次德克萨斯州的州长 也都成功了 只不过呢他是后来就从民主党呢 转为共和党了 又变成了尼克松总统门前的红人 甚至还当过尼克松政府里边的财政部长 嗯 你想这么一个啊 赫赫有名的一个政治人物 一个在两党之间穿梭的这么一个人物 到了1980年的时候呢 他看到了啊 他看到Ronald Reagan这个人呢 势头很强 他想说我暗中啊帮他一把 帮完了以后呢 咱谋个国务卿当当 充其量说不给国务卿 咱总得做个国防部长当当吧 对不对 所以他就做了这个刚才说的中东之行 他带了他一个得意门生 这个得意门生就是下个月85岁的巴恩斯 他也说了卡特总统 这个巴恩斯说啊 他说卡特总统我对不起你啊 我下个月就85 我也不知道我能活多久了 你已经进入到临终光海了 我就向你坦白吧 我对不起你 我背叛过你 我做了这么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他就把这个事讲出来 那么再回到这个德州的州长啊 卡纳利啊 带着这个巴恩斯就去了中东 而这巴恩斯呢 他21岁的时候就进入到了德州的议会 21岁 大学没毕业呢 很多人 对不对 他就做了 再看 他26岁的时候做了议长啊 那可想 议长这种职务是投票投出来 那是众望所归啊 你可以想象这个人 他的政治能量是多么的大 可是呢 在1980年 他去中东之前呢 他的老师呢 没告诉他 是这个是真正的目的 等到了人家中东的国家一坐下来 他这个 卡纳利一开口 他吓到 哎呦 原来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 原来是 为了要遏制卡车的竞选 连任成功啊 那么从那一秒钟开始 他就纠结 接着就走了中东的五个国家 唯一的一个国家没提这事的 就是以色列 你知道吗 所以他见到了这个以后呢 他回来以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一边呢 对的是他的恩师 这个德州的州长 卡纳利 另一边呢 面对的是卡特总统 最后他选择了 不讲话 最后他选择了 隐瞒这个秘密 然后接下来就发生了 美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 那个什么 Oliver North 还记得吧 这个就是 Reagan 在Reagan期间 最后被接出来的 伊朗门 最后Ronald Reagan以著名的回答 我不记得了 然后我不知道 算是躲过一劫吧 佐则就被弹劾了 对 所以呢 就是他这次就把这个事说出来 说出来呢 他就说实际上这个事情 你们信不信都没关系 但是我要把这个事说出来 告诉人们 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这一件事情 那后来有些人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愤怒的就是拍案而起啊 说你不要小看这一件事情 这就是改变历史进程的一件事 你可以想象的出来 如果要是没有这趟这个中东之行的话 如果没有 如果美国的人质是在十月份如期释放的话 那有可能卡特总统就当连任就成功了 有可能雷根总统 可能要再等四年才能竞选 那这中间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整个美国的这个走向 政治的走向都不一定 这四年会发生很多的事情 所以呢 这等于是一件小小的事情 就可以改变整个的美国历史啊 美国大选的这个历史啊 这真是这个了不得的一件事 所以呢 这个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有很多东西我们在局外人 我们在看着这个大选的各种各样的文宣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 有很多人在幕后 在桌子底下 在秘密的进行什么样的交易